这个男人好奇怪 他十分惧怕阳光 只敢在阴影中行走 而这一幕恰好被旁边的牧师看见 牧师怀疑他是吸血鬼 于是找到男人验证 他拿起纯银做的武器 一刀划破窗帘 阳光照进来的瞬间 男人的皮肤开始溃烂 他果然是吸血鬼 周围的人纷纷涌来 屋子被围得水泄不同 士兵用火把点燃屋子 因为吸血鬼怕火 屋内传来男人的惨叫 突然天空被乌云笼罩 大地暗无天日 随后男人从大火中走了出来 脸上的伤迅速愈合 他看着眼前这群想杀死自己的人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痛 原来他是他们的国王 但他本来是个正常人 而变成吸血鬼是为了保护他们 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小 所以一直被土耳其保破 每年必须上交保护费 但今年苏丹王却加了一个要求 要求德古拉交出 一千名十五岁以上的男孩 加入土耳其新军 这对于本就人口不多的小国来说 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德古拉很是愤怒 但还是为需求权找到苏丹王 他们曾经是情统手足的兄弟 共同在战场上杀敌 是人人畏惧的存在 尤其是德古拉 因为曾经残忍的穿刺手法 被人冠以穿刺宫的称获 而如今的德古拉 变得越来越胆小 子民和亲人是他的弱点 苏丹王不但回绝了他 还另加了一票 让他把儿子送来当人质 这场谈判一地稀碎 当妻子得知儿子将被送往土耳其 当场哭得梨话待遇 土耳其人看见笑了 是嘲笑 而德古拉怒了 则是愤怒 作为父亲 作为国王 德古拉再也忍不住出烧 虽然他干掉了所有敌人 但却也惹来了无尽的麻烦 现在他别无选择 通知手下做好迎战准备 随后他独自离开 来到一个隐秘的山洞前 之前他和手下意外来到这里 发现里面藏着一头神秘生物 拥有十分强大的力量 上次他捡回一条命 经过一番研究 牧师确认山洞里面的神秘生物 就是史上第一个吸血鬼 这个古老的山洞里 藏着人类史上第一只吸血鬼 他把灵魂卖给恶魔 换取黑暗力量 但却永远出不了山洞 除非找到下一个愿意出卖灵魂的人 而就在今天 国王德古拉主动来到这里 因为他的国家正在被土耳其攻占 为了保护子民 德古拉想要得到黑暗力量 帮助国家消灭敌人 吸血鬼答应了他的请求 给他喝下自己的血液 虽然得到了黑暗力量 但效果只有三天 并且在这三天里 德古拉不能见光 而且对人血的渴望会日渐增加 如果他没忍住吸了人血 那么他将彻底成为吸血鬼 得到力量后 德古拉马不停蹄往回赶 此时土耳其的大炮轰了一夜 城堡已经破败不堪 德古拉安抚好子民的情绪后 独自走了出去 现在的他有了蝙蝠的听力 毛头鹰的势力 以及恶魔的力量 一人对战千军万马 犹如砍瓜切菜 伴随着连绵不绝的哀号声 满地尸体象征着他们的胜利 但这场胜利只是暂时的 要想躲避土耳其的大炮 他们必须连夜逃到山顶上的修道院 第二天 苏丹王看着德古拉的杰作 决定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出战 另一边 妻子发现德古拉的异常 无奈德古拉只能说出事实 妻子祈求他一定要坚持三天 由于白天德古拉不能行动 妻子便和大部队一起出发 夜里众人遭到一支小队袭击 就在妻子即将遇害时 德古拉及时赶到 成功救下齐尔 但子民已经死伤大半 天亮前 他们成功进入山顶的修道院 让众人赶紧做好防备 准备迎接土耳其的大军 而另一边 昨晚一名幸存士兵 把德古拉变成吸血鬼的事情 告诉苏丹王 为了不让自己军队出现慌乱 苏丹王命令所有士兵蒙上眼睛 跟随自己朝着山顶的方向进军 此时德古拉的力量只剩一天 为了克制心中的欲望 他不敢睡觉 连夜向上帝祈祷 儿子看出父亲的担忧 拿出一个肉饼给他 看着懂事的儿子 德古拉的心中更加坚定 很快 苏丹王的军队兵临成下 这群士兵蒙着眼睛上战场 因为苏丹王不想让他们知道 即将面对的敌人不是人 而是拥有恶魔力量的吸血鬼 随着乌泱泱的大军慢慢靠近 德古拉将命令传达给蝙蝠 很快 无数蝙蝠朝着城堡聚集 接着德古拉控制蝙蝠 手掌一挥 蝙蝠大军开始攻击 可怜的士兵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已经倒在地上 为了快速结束战斗 德古拉将所有蝙蝠汇决 重重地砸在军队中间 直接打散了人群 看着苏丹王狼狈的样子 德古拉化作一团蝙蝠 本想勤贼先勤王 结果却是个冒牌货 而此时 一支小队已经悄悄潜入城堡 眼看妻儿的生命危在担心 德古拉赶紧往回赶 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妻子掉落山崖 子民也被残忍杀害 太阳慢慢升起 德古拉的力量急将消失 临死前 妻子让德古拉吸自己的血 只有变成真正的吸血鬼 他才能去救儿子 最终德古拉走投无路 成为了真正的吸血鬼 看着垂死挣扎的子民 德古拉问他们想报仇吗 答案毫无疑问 随后德古拉将自己的血 分给每位还活着的子民 接下来 一场真正的复仇开始了 一边是十万人类大军 一边是满腔愤怒的吸血鬼大军 很显然 人类的躯体在吸血鬼面前 弱不进方 狡猾的国王躲进帐篷 地上铺满削弱德古拉力量的隐蔽 两个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 一个为了权力战斗 一个为了亲人战斗 由于德古拉被削弱的力量太多 结结败退的他 很快就被逼到绝境 在危急关头 德古拉用尽全力化身蝙蝠 从身后一刀了结了苏丹王 而此时 外面的战斗也已经结束 子民们对这股力量十分满意 一个活口都没聊 但现在 他们却盯上了德古拉的儿子 显然 事情的严重性 已经超出了德古拉的预期 他干掉带头的子民后 决定做一件必须做的事情 随后德古拉拨开黑雾 阳光瞬间洒满大地 子民们的身体烟消云散 他用最后的力量 保护了自己的亲人 儿子回去后 电影的最后德古拉其实并没有死 他被一个信徒救下 未来的某一天 他遇到一个和妻子一模一样的女人 又有了新的故事